世界上仅有的四块黑土地都分布在哪里 它们究竟有多宝贵 一起来了解一下 黑土不明示意就是黑色的土壤 它是一种性状好 肥底高 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 有机制含量 可以达到普通土壤的10倍 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 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而且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 每生成一厘米的黑土地需要300年左右 物以细为贵 说它的价值堪比黄金一点也不为过 有黑土地的地方毫无例外 都是该过的粮仓 那么这仅有的四块黑土地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呢 第四大黑土分布区 分布在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 阿根廷面积为27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4300万 而黑土地的面积就有76万平方公里 这里牧草丰美 薰木业发达 是主流的天堂 每年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的牛肉 是一船又一船 第三大黑土分布区 是中国的东北黑土区 面积约103万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平原 及内蒙古高原的东部 其中最核心最肥沃的部分 约17万平方公里 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北大仓 水稻 小麦 玉米 大豆 等一有进有 我国粮食中产量高达6.8亿吨 超越了美国 这块黑土地立下了汉马功劳 显得民族珍贵 第二大黑土分布区 在北美洲 密西西碧河大平原 面积约120万平方公里 大约有六分之一属于加拿大 其余的全部属于美国 而美国的总面积是937万平方公里 人口3.3亿 美国自然条件优越 加上农业科技化和机器化的加持 所以它的农业比乌克兰还要发达 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7亿吨 排名世界第二 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大豆军土国 我国每年进口的大豆 54%来自巴西 而22%就来自美国 所以美国的农业实力不容小觑 不可低估 这其中得天独呼的黑土分不可没 而第一大黑土分布区 分布在东欧乌克兰大平原 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 分属多个国家 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大头 不过最肥沃最核心的部分 还是属于乌克兰 乌克兰总面积才60.37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4100万 乌克兰的黑土地生产小麦 大麦 玉米和大豆 橡肉葵等等 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油出口国 其葵花油产量占全球的总量的四分之一 粮食产量为6700多万吨 排名世界第九 人均粮食产量则是我国的三倍 所以乌克兰是欧洲 来自世界的农业出口大国 俄乌冲突的某段时间 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阻 世界粮食供给都受到了影响 可想而知它的农业有多么发达 它是世界粮仓名副其实 那么大家觉得以上四块黑土地 谁的发展倾力更大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